我小时候在澳门,到了初春三月,就希望双熟的鱼船早舍回航。因为有机会食到我喜欢的游水黄花鱼。而黄花鱼离水即死,只有少量储存在生仓。 当时,黄花鱼是下架鱼,大多数会晒成咸鱼。想一辈人说是算子肉。咸鱼终极品,现在很难考究,我相信无人会将黄花鱼晒成咸鱼。渔民会选小羊春的时候出海报黄花鱼。在船上已经开始做加工工作,但最重要是要有几日出猛太阳。如果渔民觉得天气不稳定。 太阳时有时无,宁愿湾水都不会出海捕鱼。他们的概念是迟几日出海,黄花鱼会更大。加工后卖得更好价钱。没有连续几日猛太阳。不会将黄花鱼变成漂亮咸鱼。除了中原指数连升三周之外。近日反价成交不绝,估计指数会继续上升。 卖楼业主说不是他们想反价。而是财政预算案中显示未来的供应量会下降。暗示楼价会继续上升。既然政府打开口牌,不反价就笨。 今次真的事关逼民反。我有时真的不明白,为什么香港官员这么老实。一方面出招押楼价。 另一方面说土地难求。未来供应量很难达标。究竟官员们是想押楼价,也或想楼价继续上升。我真的事搞不清楚。在官逼民反之外,楼价不断上升。 怎样说也应该是小阳春。地产商应该趁机推售新楼盘。但我们只是听到有地产商说今年会推售几千个单位。 但并不见他们有行动。在新年以后,只有一个小型楼盘推出。销售成绩强差人意,莫非这就是其他地产商不敢推盘的原因。 现在虽然是小阳春,但只是一个天气不稳定的小阳春。旁大的购买力并未获得确认。如果首轮的销售成绩不佳,以后再推售就变得很困难。 所以,大大小小的地产商都按兵不动。无谓食料头注,不过,有不少人不同意我的说法。 他们认为连一般小业主都反价。地产商怎会不反?现在不卖楼只不过是息售。 楼价再升两三成,就会有地产商卖楼。或者有地产商因为不卖楼要付新楼空置税。 升三成回赠反5%给政府都好应该。所以,在地产商联迷不卖楼的情况下,楼价将会继续创作高。 我不敢反驳,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因为如果地产商不卖楼,二手楼在糖水滚糖雨的情况下,的确会继续上升。 不过,地产商现在是不是不卖楼,也或不敢开盘卖楼。大家自己理解。 不联系。 不联系你们有数个人被围折楼目与并不在。 不自然而想κα下银件的突然是太好的遍与了。 不可以带 PRESID继续卡通来的情况下,楼仿佛楼可逐楼右手里相當无关键楼的火腿阳。